嘿大家好我是Simon 在多伦多的Downtown有非常多的保障街区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房子 就是位于它的一个叫Annex社区的房子 这个就是为我身后的一个独立屋 现在叫价是350万加币 整个里面的装修设计都是非常的精美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今天这个独立屋总共室内面积是大概是有2000尺的 再加上Basin的面积可能是2600 700尺 我们一进门的地方也是有个非常漂亮的吊灯 然后旁边这个地方是有一个closet 然后我们从这边进来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进来是一个office的 office同样也是有个非常大的窗户 整个的房子像这些书架书柜 Muleware图柜都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像我们当时的一个listing的 82号VIA Romano的设计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这种展示的架子非常的漂亮 然后下来以后呢 整个厅呢非常的开阔啊 大家看这些这个marble的台面呢 再加上这种building的这个柜子跟电器啊 这边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正餐厅了 这个餐厅呢可以同时容纳这个八个人做这个桌子呢都是定制的 然后上面呢还有这些啊 这作为装饰的这种啊 梁啊 这种整个设计的非常的有现代的元素 又有它一些啊传统的一些元素混搭在里面 再往前走一点呢 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中岛 中岛旁边呢 现在是越来越流行做这种waterfall的台面了 整个包括后面的这个这个marble呢 都是同样的by splash都是一样的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边呢电器呢它都是啊 这种building的电器了 这是冰箱 然后它身后呢我们再转过来把镜头啊 这边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工作的学习的空间 哎上面都做了这种floating panel 然后这边是有个门呢 你只要想整个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闭合起来啊 整个后院这边呢对着后院是一个这个家庭厅啊 整个设计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属于它的一个加建的部分 因为老房子通常的面积都会比较小 但是这个是通过市政府的申请啊 然后呢啊在这后面大概加盖出大概是五六米的这个距离 只形成了一个整个家庭厅整个非常漂亮 大家看到现在用的这种窗户非常流行的都是室内都是黑色的窗户 黑色的门 再加上它一个设计非常特别的这个fireplace的是烧煤气的 在下面也非常的现代 然后再用这种呃granate把它包裹起来 然后这边的ceiling会是比较高 大概是个九尺多啊 不到十尺的样子 然后后面同样也是做了非常漂亮的mulework啊 放置了电视机以及展示的架子 而且这个空间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射灯 呃为了这个银河这个街区的他们这种啊比较传统的设计呢 在这个地区这个地方呢也是用了这种expose brick的 但是它喷了白色的漆啊 非常的这个呃漂亮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呃后门啊 冲向后院的 在当当的街区不是每一个房子都有自己的停车库啊 这个这个房子是有自己的车库就在后面 然后的你可以把那个门把它升起来呃 原野做的非常漂亮 虽然是后院不是很大 但是啊同时容纳这个朋友的聚会呢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还有一片片呃小的草地 然后这边基本都是做了interlog的 然后这边呢是呃这个地下室的呃一个出口 我们等下再去第最后给大家看地下室 上来二楼以后呢总共是有三个卧室的 首先我们看看它的主卧啊 主卧整个的这个ceiling还是挺高的 然后呢它的这个设计是呃一个这里放了一张床 然后后面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呃玻璃的推拉门 也是这种黑色的整个设计是非常的棒 我们后面呢还有一个deck 平时呢这些放户外家具呢早上起来啊喝杯咖啡吃个早餐 看着后面的景色非常漂亮 整个街区里面呢非常的安静 并处于这一个downtown的一个内街 但是这个地方呢步行到bloodstreet呢也是非常近的 我们过来看它主卧的洗手间的设计啊 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设计 然后进来呢啊非常漂亮的一个stain alone的浴缸 然后这边是它的淋浴 然后这边是双洗手盆啊 整个设计啊这种黑色的这种水龙头啊 整个再加上搭上它这种啊浅色的这个这种墙啊 和这个石头非常漂亮 然后里面是它的toilet 然后这边呢是呃 由一个这个黑色的推拉门啊 完成的这个两这个两个空间的一个隔断 非常的厚重啊 在主卧的进门旁边呢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walk-in closet 里面已经做好了organizer 而已这镜子都做好了 整个还做了led灯条 然后这边呢 它是有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整个设计呢也是同样的 这种都是那种模仿的这种exposed brick的这种材料 就是我们记得在这种家居展上也给大家演示过了 因为施工起来速度特别快 这个成本还比较低 但是看上去整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同时它也做了这种呃 洗衣房放到二楼呢 对于来说在这个天天要洗衣服的这个家庭主妇确实是十分方便 如果整天要把这个东西搬到basement去呢 是非常繁琐的一件事情 这其中另外一个卧室了啊 整个卧室呢不算是很大 但是在你知道在当趟寸土寸金的地方能用有个独立屋呢是多么的奢侈呢 这个门后呢还是有一个这个他自己的closet 最后第三个房间呢虽然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他由于他的ceiling是特别高 有这种这种volt ceiling的话 显得整个这个没有那么压抑的还是有光线 而且这边是有一个窗户对着前院的整个空间感还是不错的 在这边整体的柜子后面呢 其实藏着一道门这道门通向哪里呢 是他的一个powder room客人用的洗手间啊 这些瓷片的用的十分的漂亮 而且铺设呢非常的整齐平整手工非常不错 而且后面呢还有这种led灯条 而且是做的这种啊floating的这种马桶 我们下去basement看一看 整个basement已经是完成了的啊 从啊楼梯下来这边还做了夜灯啊 非常多的细节在里面 多伦多dontown的很多的basement的空间呢 其实都非常低 只有大概六尺高 这个房子呢整个basement呢 它是往下再深挖了两尺 使得整个basement的ceiling会高了很多 这是其中的一个房间basement 对着前院它有一个窗户 然后这边是basement的一个全套的洗手间 带有淋浴 这边是它的设备房 有它的新风系统啊 然后它的暖炉 还有个sum pump 这种就是它的热水炉了 是这种tankless的 没有这种大的那种圆柱形的这种设备啊 比较节省空间也比较节省能源 这边是它的另外一个开放式的空间了 原来的六尺ceiling真的是人都站不起来 但现在的话整个空间来说还是非常好用 而且是开了一道门 通向后院的可以直接上去 其实生活在多伦多的dontown生活是非常多元化的 比如它的环境特别漂亮 夏天有特别多的event可以参加 然后旁边走路步行距离就可以到达一些非常好吃的餐馆 还有酒吧 平时晚上跟朋友聚会 走喝一杯 然后走路回家都是十分方便的 这种街区十分深受这种年轻家庭 以及这种刚刚出来工作的这种白领精英的 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类似的房子 咱们以后还会继续给大家推荐 比如像这种隐藏在dontown的这种保障街区 也会一一给大家介绍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视频 下次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